OK 那花了一些時間 那我們跟原定老哥呢 兩個人呢 今天早上啊 在幫這顆白絲呢 嫁接了兩個品種上去 那個 這是定國兄那邊的白絲 明顯跟我們這邊白絲不太一樣 那這是老哥接的 那其他三顆 三隻是我接的 有兩個品種嗎 應該是 一個品種吧 一個品種吧 然後嫁接在兩顆 嫁接在兩顆 一個品種 嫁接在兩顆 總共嫁接了四個枝條 嫁接四處 主要全部 嫁接五處 主要全部這邊就四處 這枝如果又成功了 我們這邊會把它鋸掉 讓這支枝條 這支枝幹 讓它成為主要的授粉樹 讓它成為主要的授粉樹 互相授粉樹啦 就是到最後這個枝幹 全部都長 定國兄那邊的一個 白絲 冰淇淋果的品種 那另外一處呢 我們嫁接在另外一顆 我們過來看一下 這顆呢是 我們好朋友呢 吳醫師自己嫁接的一個 W4的一個嫁接苗 那它長勢現在已經大約有 一百七十幾公分了齁 一百七八十公分的幾百七十幾 那長勢也非常漂亮 那底下呢有兩個側枝 我們就 剪斷一支啊 一樣 加接一支那個 定國兄那邊的一個品種 讓它這一顆也是一束兩品 所以在這個原子裡面呢 目前白色品種就有三種 確認的是一個是W4 那另外一個是定國兄那邊的品種 那另外一顆就是我們原先 在原子裡面最早種植的這一顆 品種不明 但是果實的樣態 大家搜尋我們之前影片就可以看出來齁 它的 品質還是不錯的齁 之前一直有點誤會 就是說它怎麼那麼小顆啦齁 後來經由我們實驗之後 還有有人提醒之後 我們才知道是要做 一花素粉齁齁 所以我們對這顆白絲呢 現在又充滿了希望 那我們順便看一下現在已經在開始開花了齁 你看這邊 已經開始來很多花了 上面有很多那個昆蟲在幫忙授粉 但是很遺憾就是它自花素粉的表現不好 它自花素粉長出來的果子很小 所以還是要一花素粉 所以一花素粉就是採別株白色的花來素粉 它才能夠表現比較好的一個狀態 下禮拜 定國兄那邊的花應該就會綻放了齁 我們會採集這邊花粉過去幫它塑粉 也採集它那邊的花粉過來這邊塑粉 讓兩顆呢 不同品系的白絲 看有沒有辦法今年兩顆都 可以產出 令人驚艷的一個果實 好啦 那今天白絲的一個專題 包含我們去幫定國兄的 塑粉 取它花粉來塑粉 喜歡枝條來架接 就介紹到這邊了 我們持續追蹤 我們下次見 拜拜 centers 學姐 有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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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